桃源的疫情已经扩散到新竹去了 新竹的巨城购物中心在16号晚间 紧急宣布要提早打烊进行全店的预防性消毒 好有民众是吃寿司吃到了一半被通知清场 得知有确诊者来过大家都吓坏了 新竹巨城购物中心的赠寿司 员工赶紧将写着暂停营业四个字的牌子摆到门口 宣布提早打烊全店进行预防性消毒 因为1月9号到中立吸体用餐的确诊 新竹某科大学生 在11号晚间7点到9点左右 曾经到这间葬寿司用餐 同样在新竹巨城购物中心 又有人在脸书上发文 说自己本来在看电影 但开也没多久 工作人员突然说有确诊者足迹 补上两张电影票就立刻请他们离开 甚至还有民众在百货外头 就被警卫通知提早打烊 桃源疫情扩散到新竹 市府也针对确诊者到访过的足迹 一一进行消毒 包含朱北市中正东路的五十兰 和加勒福超市新丰减兴店 17号都停业一天消毒 提醒民众17号在明星科技大学 宗山楼筛检站上午9点到12点持续运作 如果有相关公共场所足迹 或觉得有裁检必要的民众 可期望明星科大裁检站进行裁检 而桃源市的教育局 深夜的时候也宣布了 桃源有一个国小 一间安亲班还有一间幼儿园 在17号开始是要停课14天的 好 根据了解 主要是一家五口9号曾经到了吸体餐厅用餐 除了爸爸是阴性之外 其余的四位家人包含了妈妈兄妹 还有一名一岁的小婴儿都确诊了 而这名婴儿也创下这一波疫情 年纪最小的记录 好 不过现在疫情烧进了校园当中 指挥中心也宣布了 确诊的吸体牛排的公读生 还有她的表妹 两个人分别在学校 都有不同班的同学确诊 因此桃源市的卫生局说 现在疫情已经进入第五轮的传播 相关个案累积达到了81人 17号的时候 光是在桃源地区 就有七所的学校预防性停课一天 桃源群聚暗烧不停 上百位民众挤爆筛检站 16号增加东兴国中裁检站 17号增加大圆裁检站 共11处裁检站 裁检人数超过1.7万人 其中一名东兴国中学生 也来裁检 我跟她不同班的 自己会担心 知道很多人都去南部隔离 奥莫孔传播力超强 如今证实有不同班级学生确诊 原先确诊的吸体公读生 就读中立高商 同校不同班按17935女同学 确诊CT值29.4 且吸体公读生表妹 就读东兴国中 同校不同班女同学按17930 也确诊CT值26 而社区筛检站也新增一名确诊者 17934 是在地缘的关系 在桃园的採检站 所採出来的 相关的疫调也在进行 台湾的Omicron的疫情 应该会持续扩大 因为Omicron实在很难防止 桃园16号再宣布 无所学校17号预防性停课一天 也为疫情再添变数 算一算从一开始 淘机群聚23人确诊 到首推车居服员 相关确诊者21人再延收到联邦银行 CT餐厅相关确诊37人 累积至少81人染疫 桃园市府疫调证实已进入第五轮传播 从首推车人员传给太太居服员 再到银行办公传给员工 银行员工参序互传 接着餐厅员工客人染疫后 病毒进入学校 平均三天就有一轮感染 且餐厅不到48小时 就引发第二波感染 两天后用餐客人陆续确诊 至少第一圈一定要筛检 第二圈的部分来讲 可能可以及时用一些细胞检讯 绝中心正扩大裁剪 但裁剪速度似乎跟不上Opocom脚步 病毒已入侵社区 专家建议这阵子出门在外 个人防护措施绝对不能松懈 记者杨世绪杨祥 与SNG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好提醒大家防疫工作 还是要多加留意 因为昨天也传出 有一名机场的裁剪人员确诊 他是国内首起疾病管制署 防疫人员染疫的个案 好指挥官陈时中说 该案是一名40多岁的女性 去年12月中到职 在机场负责了 生猴拓益收集 还有发烧筛检站 登记资料等两项工作 至于这名员工 他的感染源是什么呢 现在还有待基因定序出炉 不过呢 另外在昨天有机场第一线的人员反映说 这个防疫的装备降级缩水 陈时中和陶级公司都强调 绝对不可能会降级缩水 但是我们来关心的是 现在整个陶级的群聚感染个案 病毒都已经冲破机场 进入社区当中了 确诊的联邦银行人员 到吸体牛排用餐 结果又传出扩大感染事件 好指挥中心在16号宣布了 本土的确诊个案冲上了两位数 总共筛检出10个人养性 而这当中呢 和吸体牛排相关的就有6起 指挥官陈时中首度说了 针对目前的态势来看 目前已经没有办法要求清零了 只能够维持钉风险的标准 来做好防疫工作 桃园疫情在扩大指挥中心宣布 16号新增41例境外移入 以及10例本土个案 其中有6例是 吸体群聚案相关 前面我们知道有3个员工 那在1月7号有4位 那今天我们新增了 在这用餐的有6位 新增的10例本土个案当中 包含了吸体餐厅用餐的顾客有6位 案17774吸体公读生 同校不同班的同学 案17935确诊 他的表妹同校不同班的学生 也有一位确诊 是案17930 而案17934 主要是因为地缘关系 在桃园采检站验出 还有桃机采检 再新增一位防疫人员确诊 疫情在几天内急转直下 指挥官陈时中一改之前说 桃机疫情已经在收敛中 而对清零的防疫目标 首度做出了让步 除此之外 人保电脑评诊厂传出员工染疫 全场1500名员工 漏液紧急召回筛检 广匡列快筛查 可能一天内 要对我们匡列的人 甚至三次的筛查 阳性个案 一定要做一个有效的管理 眼看疫情多点爆发 专家呼吁指挥中心 要阻止病毒扩散 只能跟病毒比快 比筛查的细致 否则疫情很难控制下来 记者陈建安 王一仲台北报道 Ombicron疫情在国内持续的延烧 不过当大家聚焦在国门失守的同时 有自称来自于桃机第一线的 基层员员 这一回他们决定要勇敢地站出来 踢爆防疫漏洞现况 好 除了踢爆桃机公司 只有让入境层的员工来做筛检之外 出境层的员工 竟然没有办法想有一样公费筛检 但是彼此呢 其实在美食街 还有休息室等等依旧会接触 因此呼吁政府要思考一下 国际的做法 由航下来区隔开出入境 避免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听爆发的时候 我们桃圆机场的员工做了一个八千多人的筛检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想要把疫情在这里做一个阻断 做一个确认 那我不太理解的是 为什么这项大部分只有入境的员工有在做 那像是出境层的员工却没有做 其实出境层的员工也都很害怕 他们也都有自己去买快塞来做 但是为什么就只有入境层的员工 会接触到入境旅客的员工 有受到公费的一个保护 那出境层的员工却没有办法有相有一样的权利 还要自己去买塞机 自己回来自己测 然后自己求安心 或者是自己去医院 自己花钱去做PCR 其实我们觉得这没有太公平 入境的旅客要出去做拓衣筛检的时候 会和员工通道有部分的重叠 那他重叠的地方 就是派两到三个工作人员 在那边做一个协助 问题是你同时要指引旅客 又要同时来指引员工 那这个过程 我们不清楚旅客会不会有所触碰 因为毕竟COVID-19是透过拓衣的 那我们是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完整的把员工跟旅客 做一个完整的区隔 拓衣的筛检站 我们不是很能够理解他 为什么是那种简易的隔间路线 那我们知道的是像第一行下的拆检区 距离市区公车下车处跟一般人员的出入口 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 那为什么不能够 有一个新的规划或是把它移到另外一边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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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